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提提大家 在片尾有一段护法的提示 今天法在生创办人黄创安先生 会为我们讲解染头发的问题 但是染头发之前最重要不要做些什么 染发对头发有多大伤害 为什么染发之后很多人都会觉得头痕 出现这个情况最重要不要做些什么 染发之后又应该如何进行狐狸 黄先生都会为大家一一拆解 今天跟大家讲的是一种悲剧 万圣节的正日都还未来到 已经是有惨剧发生了 看见这单新闻 韩国首尔利泰远人答人的惨剧新闻 真的令到人感到相当之难过 也不禁令我们特别是 会想起1993年1月1日 在中环南桂坊和德纪粒街发生的惨剧 那次都有21个人因此而离世 63个人受伤 这次来泰远的惨剧 到昨晚为止 累计已经造成154个人死亡 133人受伤 当局也接到超过3500宗失踪的报告 最令人远色的就是大部分的死者 都是相当年轻 20多岁左右 女性有98人 男性有56人 死者当中也有26名的外国人 有来自中国的 伊朗、俄罗斯、日本、乌兹别克、挪威 和美国等14个国家的人 没想到在事发前5个小时 现场有人预言会有死亡事件 竟然是很不幸一语成参 令不少网友都觉得无骨悚烈 那名男子在事发当天5点多钟 在Twitter表示 利太远彻底復活 但到达现场后 发觉人潮太多就走了 还在Twitter提醒大家 那里很危险 叫大家千万不要带小朋友去那里 韩国政府现在宣布了 全国会进入7天的哀悼期 由昨天起 一直到星期六的11月5日为止 还将利太远所在的首尔龙山区 划为特别灾难地区 原定昨天播出的还是节目 很多都宣布停播 而不同地方的万圣节活动 和很多的艺人公园 这些活动都是宣布延期或取消 这个是韩国继2014年 细月号海难 造成304人死亡之后最重大的伤亡意外 去过韩国旅行的朋友 大多数都应该会去过 今次发生惨剧的现场 利太远 利太远是当地著名的夜生活社区 很多外国餐厅、酒吧、夜店都在那里 那里也是豪宅区之一 过去利太远主要是服务鄰近龙山基地的駐韩美军 但是现在已经不同了 变成为一个吸引年轻人 和一些外国游客到访的娱乐商业重镇 自从千禧年之后 已经是成为韩国当中的万圣节的庆祝热点 近年亦都是因为大热的韩剧 利太远class有不少游客 会是慕名而来打卡的 过往的万圣节这个地点人都相当多是人群聚集的地方 今年聚集的人是特别多 可能是因为今年是第一个 可以不需要佩戴口罩 进行慶祝的万圣节 在新冠疫情期间 过去那三年 当地的酒吧、食肆和其他娱乐场所的经营 都是相当困难的 三年惨淡的经营之后 今年大家都趁着这个机会大力去推动营销 而令到过去的周末 那个地方是变得更加热烈 警方估计利太远那一大当时是有10万人 那么多 首尔的地营本来都是多斜路 利太远那些街道的巷口是相当之小 特别是多斜坡的路 还有落斜的路 而在小巷里面也有很多夜店 利太远已经是一个发展了很久的地方 那里没有一个很周长的城市规划 有很多的巷道 都是极之狹窄 以及非常之陡斜 一旦如果人群发生了擠押的事件 就会很危险 今次这个惨剧发生的地点 就是在Hamerton Hotel后面 一条大约是长50米的斜路 很多人都会通过这条捷径 往返地铁六号线利太远站 以及是国际美食街 那里一边是酒店的外窗 一边是酒吧、食肆和商店 但是那条巷的阔度只有4至5米 一般情况下 你站5至6个成年人 已经是塞满了空间 根据韩联社的报导 以外发生的位置只有3.2米闊 所以逼满人遇事的时候 逃生的空间就很有限 在人又多 空间又小 又是斜坡的路上 只要有人跌倒 就会造成骨牌效应 所有的人就像骨牌一样 大家一个搭一个 让成人踩人 今次离难的人 还要等验尸的程序来确定死因 不过普遍推测 大部分的死者 都会因为窒息而死 救会人员赶到的时候 大多数的伤者都已经停止了心跳 因为伤者被其他人压住 一个压住一个 空腔无法抗脏 即使是输入氧气 仍然都会缺氧而死亡 人的生命真的很脆弱 过五至六分钟 就会陷入压缩性或限制性的窒息 这个通常都是致死的原因 不是压死而是因为窒息而是死亡的 如果遇上这样的情况 怎样可以保护自己多些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 打横躺下 好似乱攻虾米一样 缩起雙脚 用手保护自己的头部和胸口 免得被其他人或物件压住 有目击者表示 最糟糕的时候 人群堆叠了差不多有15尺 那条行很逼救人员 进去救人都有一定的难度 这次活动没有一个明确的主办方 所以追究责任是不容易 不過似乎警方都可能需要承受大部分的责任 其实警方不是预计不了那么多人 他们预计的人流 都可能会去到几十万 但是就没有派出警员做人群管制的措施 只是派出了200人的机动部队 但是都是针对治安问题 比如偷拍、贩毒等等的犯罪活动 虽然这个数目已经是平日利泰院 一大夜间巡逻人手的1.5倍 但是警方是没有处理好核心的问题 就是人群的管理 这次真的相当不幸 利泰院以往举办大型活动的时候 商家都会指示行经迂回曲折 又兼备客宅后行的民众 朝着指定的方向前进 但是今次无论是警方、区政府、商铺、安全人员 都没有相关的安排 今次的事件很明显是有人犯错 扬成灾祸的 但是也很难追究到责任 因为事故不是哪一方策劃的活动 而是人群自发的一个聚集 是很难去断定要负责的具体人民 机构或政府部门是哪一个 在这里冲心足远受影响的家庭 心情能够早日获得平复 也为韩国人民送上最诚哲的问候和祝福 知名有礼的活动是继续进行的 除了大家收看互发提示之外 大家只要在以下说明 description的栏目那里 按下相关的连结 进入网页 填写简单的资料 方便我们联络你就可以了 你除了可以获得免费的头皮检测 以及一次的免费体验療程之外 今次是有一份新的礼物准备了给大家的 这是贵完美养生强体 加滋润养颜的即饮汤包 天气开始凉了 慢慢转凉了 喝回一些滋润的汤 对自己也是好的 这些汤包只需要加热3至5分钟 便可以喝得了 非常之方便 而里面是没有添加微精 没有防腐剂 没有人造色素 没有额外的添加盐 是采用高温高压灭菌的技术 可以常温保存 今次真的可以由内靓到外 还有做完头皮检测之后 如果你想买多些这些汤包都可以 还有一个特别的八折优惠 养生强体的汤包功效 有很多可以清热养肺 保老益神 有些是健肺潤醋 健脾去湿 也有益气化痰 大家快点行动 又是我 我是法序生黄长安 跟大家分享一下头发的小提示 今天说什么好呢 今天不如讲染发 每个人都贪美的 都要染发 或者白头发要染发 染发的时候 免得都不要染发之前洗头 因为在头发上面 就会有一些油脂 是保护头发的 和保护头皮 你一冲了之后就没有了 第二来说 如果你真的要洗头的时候 就用pH5.5的洗发露 就好些 这个弱酸性pH5.5的洗发露 是等于和轮片质 和头皮的酸痰就一样 那会保护头发 就不会伤害到它 洗完头之后 如果你发觉有痕 那很多时候都发现物质 或者重金属 或者头皮的痕痕的话 我们就不要用指甲搅 搅损了的话 就会感染到细菌 记住了